大家好,我是刘医生 根据我们国家癌症中心里面的统计数据来看 在我们国家每年新发的胃癌已达到66至68万之间 死亡是达到了49.8万之里 并且因为很大一部分生病的患者在被确诊时候 已经进展到中晚期了 所以五年的存活率是低于30%的 也就是说有70%的确诊患者朋友不能活到五年 那么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胃癌的倒气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 即使一些小毛病也往往被大家所忽视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一块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小毛病和习惯慢慢的咬了你的命 首先大家平时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物 但其实这些东西也正是胃癌的致命因素 所以希望大家平时要多吃水果蔬菜 比较健康的粗显味食物 多补充蛋白质 还有呢就是要注意的是 大家能保持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 有一个健康的饮食方案 吃适合自己的东西 定量定时的去吃饭 不要暴饮暴食 这是非常不健康的 会损伤我们的肠胃 有必要的时候 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运动 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 保持放松的精神状态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长期处于精神抑郁的状态下 整个免疫系统就会失调 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 当然在生活各方面 注意的情况下 平时再加上定期的健康体检 一般情况下 还是可以避免未来发生的 第二个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家族史的人要高度重视 要定期的去检查或治疗相关的疾病 说到这里就给大家明确一下 我们说的遗传并非一定是家里的人得来的 有的人腹膜或者直系心疏 还有癌症 他也不一定会得患癌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还是建议大家多多的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 体检认真分析的各项指标 当然了 除了以上基点 还有像是癌前病变的因素 比如说没有治愈的溃养 遗留性的吸入 肠化 异形登生 等遗弃的疾病 这些都是未来发生之前的一些病例 这些问题一定要注意 要规律规范的治疗 并定期的多胃经的复杀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